第七场 我们来看看这场千六的董事杯 虽然卖到1.0倍独赢 1.0倍位置金枪60 但跑法会比其他马被动一点 最好就是潘顿 这次采取一个主动策略来跑 有点瓦开口跑 金枪60 金冠枪已经比较好 但这个早段的时候 会有点瓦开口 会不会太慢呢 我认为他不太放弃 头段的时候 因为他之前那几场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看到马马开口 这边有点瑕疵 开边有只达心星 压着他 他都慢慢上来 其实他追很多 不过看到潘顿那只 早上四五个马位的发力 要追就追很难 步促偏慢 比标准时间慢了一秒半 这场比较多 但这一点就 他今次的60不是没遇过的 都试过的 但如果说时间上 会不会之前那么锐 那时候那么好呢 反正有时想起来 他终于21秒9 都很厉害的 是厉害的 你可以这么说 不是他最颠峰的水准 但你说水准不好又不是 又不是 不好就跑不到第二 一样可以不可以没有 何宅仪可能信心太大 他每次来到这里 他都还没大力 他放油了一点 因为他每次都追到 谁知道今天那里 油了一点 追不到 人家走掉了 那个潘顿 但是毕竟马就不是机器 看到他都追了很多 上来 也可以说 夏威夷 潘顿发挥一绝 看通了 今场对手 比较被动 赚了一个慢一点的步促 我又不觉得潘顿 需要看通很多东西 做回他自己 因为他放在前面走 这些位置他都习惯了 是啊 我贞而很有信心 他每次在这里 他不大力去骑着 因为他每次都追到 但是今天就慢披城 披城比如其慢 但是他追很多 20秒9 但是20秒9都追不到前面一只 就是几样因素加起来 潘顿发挥得好 比较高 比较高 看看第七场分段时间 途断了25秒77 第二年23月70 第三年22秒94 每段22秒41 这样的赛事时间 1分34秒82 这场赛事赢了 就是夏威夷 那么潘顿少许厉夷这场的荣誉 我们看看潘顿的访问 是连接着它 但车选择是一直估计 你那种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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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一回事 我能够该滑上 之后 你不想着急 你当中滑上 阳我的车选择 一定是会很难 但已经是很难 我最后一回事 但几个个人 我后面前 中选择 我当时 我当时 比较高 他也会 他很自然 我那么自然 我当时 很期待 他很久 我真的不想到负责了 但我真的不想到负责了 但我还没得到负责 你是否能到负责 你认为你的负责可以做的 我相信 我只是希望 但我只是不相信 他在我身上比较好 我认为我会很难去 所以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会有空的 我认为我会有空的 但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负责 他失敗了一些敬仙 今天他的走路是超级的 他一直是 很残忍 他今天没有赢 但我确认他会返回 我尊敬他 主要都是制宇 他今天排过一位 当然不是很好 因为他是要 留在后一点 再望空去冲 你其实看到这场马 当然这个也是赛后讲 他出出来之后 他要浪费很多时间 要等踢马 relax 还有再兜一个圈 再上 其实你看回后的八百公尺 他都做了很快时间 只不过是人家前面那些 走得太过顺 这样就被人家赢了 他旁边莫雷拉那只 献身星人 是不是都会有点影响到他呢 每场马 大家都是有竞争在 又不可以说他能阻挤他 未来会考虑 跑千四还是 step up five 对了 下次赛程都是千四或者二千 我想再和何秀瑜商量一下 看看他想跑什么路程 其实他在转入直路的时候 挨出来 显身星都没什么 他都很轻易地拿出来网空 我想他就算刚才我说他不是达到力直路慢了一点 他那里开始大力骑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会输的 可能距离会再近一点 之后再看看金枪六十的时间上都仍然是keep到 不需要太担心 另外赛后报告都有说同场跑健康愉快气管有血 之前休息半年之后出来跑 跑个flash又不错 但这次又验到气管有血 是否需要重新再休息 去看看联马斯的安排是如何 这次是验到他气管有血 那这个一定要休息 因为他本身之前也有点抵抗 不过就有兴趣看看金枪六十 下条路是怎样走 香港金杯是二千的 吕黄银喜纪念杯是千四 不过就如果以他现在的跑法来说 可能就是千四的困难会比较大 因为早段的确都是要缩慢 那那个加速那里是会比较困难一些 那二千他是赢过的 但是二千会对什么对手呢 真的去到金杯才知道 而且二千他赢得很稳 但千四可能步速快些 他又容易发挥一些 这个真的要何宅要慢慢量度 是 要做一做功课 因为千四的马哪些去跑 你都是要猜的 有快步速当然是好 那继续留意金枪六十步的赛程 第七场看完看第八场 第八场四班千二的 那这场大二门是风继续吹的 其实他那个第二名 我想他要加程了 这场都有些质心马可以继续看 前面走的就是十号月球 这次又做出好戏 你们偏偏君子 一起步霸了个好位 因为他又一档 他们林长说怕他开头有十倍 我常常都说蔡英雄是冷门马房 说了两鬼了 所谓冷门马房 他不需要一定有很多票 这个马房现在 甚至太热不好 这个孖宝也是 夏威夷冷门 这只都是林长落少少票 他不是落了很多 七倍多 好 看看其他那些 比如有些开面上来的对行之声 另外还有些再出其实都OK 不过开心疏忏 你看到他现在没有位置上来 经典之光就失望点 不冲的 讲识一涂 经典之光 上一次是天马行空 出上来爆冷 今天不冲 这次就多了很多磅 是真的 还有我始终觉得这些马短途 第一次跑都还可以 你跑到二三次就可能 可能已经难点了 不过今天的势力真的弱点 一爆尾回来的 是没有的 直接交不了 对啊 对行之声都冲得好 你看到他真的冲点转来 远比预期 好 这次就转到韦达到 稀威心而已 稀威心有一下都失足平衡的 然后再摆回正堂看照片 坐一坐这样 但是开面有势的 14号 他不止有势有威胁 有威胁 以为他有机会第二 你现在跑多一步 如果多几米的话 一是赢不了的 你看到过中点之后 就是外面那两只 就是转马房 有些惊喜 所以二是赢不了的 就是翩翩君子 OK 那我们看看头马的照片 就是二号的翩翩君子 然后赢4和14 第二名就是4号的风继续吹 另外第四名是3号的转飞龙 巴场分段时间 头段24月16 第二段22月47 第三段23月07 第八场的赛事时间 1分9月70 再来 刚才说到关于韦达 他接手转仓马初出的成绩 上季至今 总共17次里面有3.3% 2匹 OK 47%上名 接近五成 这只也是其中一只例子 对行知诚 刚才我说 这个上汉是冷碗马房 大家不要误会 他又不是故意去古灵精怪 搞一些赔率出来 只不过边边君子上一次走到外跌 那场可能可以抹 大家期望 那场不算数 今场起 如果有飞就好像安心点 马房有信心 其实不是 可能是10倍 你觉得没有飞就没有信心 其实就不是 这个马房 有时不一定要下很多飞 你一样可以爆得好 所以叫做冷碗马房 就是这么说 另外 中间刚才提到 就是开心疏赛 这个应该是中距离马 千亿可能略短一点 但是 看到他两次的赛事 上次是不错 还是今次的赛事 虽然有些马压着他 他就未能完全被他展布上来 但是 他在今次的赛事 就是不要因为那个名词抹走了 因为 看回那个强力方面 我觉得今次 这么开心疏赛 其实那个走势就未至于太差 希斯今天有出马吗 没有提过他 这些全日空 你真的要小心一点 就是中华盛景 因为12月1号 全日空那天 屁都没有 跟着两边1Q 所以全日空的威力 你真的要认真点查 尤其是大卫希斯 他都挺讲究 全军出击那些马房 是的 那第八场看完了 休息回来 我们看看第九和第十场 没选择 tylko 我 对 的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